记者洪瑞琴台南报道,台南市南区延城图书馆造型亮眼,眼如南区地标副市长吴宗荣今日带领施工查和小组访查并邀建筑师卓建光及济师谢明德就维护管理状况把麦期望落实工程全生命周期让公共建筑永续使用。 延城图书馆工程造价约1.2亿元于104年12月开幕启用其特的方块盒子外观像是开启知识的衣扇扇窗户也是书本推迭出的知识晶体隐隐透着延城地名的特色由设计奇美博物馆的蔡宜章建筑师设计建造及佳容营造公司施工。 内部中央还有着贯穿一至三楼的书柜大型原木书梯书梯上特别打造了玻璃屋顶像坐在书梯的读者有沐浴书本与阳光的双重享受。 户外的公共艺术一起飞翔吧!孩子更宏托出图书馆知识宝库特色。 公务局表示所谓公共工程的全生命周期包含可行性研究、规划、设计、施工、维护管理、置废弃或拆除重建等阶段更容易发现原工程各阶段问题是否将就以完工工程实际使用及维护管理等面向进行品质仿查及意见交流供搜查单位精进改善。 吴宗荣表示这次跨出第一步展开公共工程维护管理访查将会请各机关访下做好工程全生命周期并纳入未来新附建工程的规划设计及施工参考让台南公共工程效能发挥最大效益。